9月21号是国定的国家防灾日 花林市立幼儿园也办理了避难疏散的演练 在10分钟的过程训练小朋友 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 以不慌不乱不紧张的态度来面对 市长魏嘉贤也到场全程参与 同时表示希望防灾观念从小建立 逐渐养成习惯 一旦有灾害发生的时候 小朋友可以借由平时演练 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9点21分一到演习警铃猛猛作响 小朋友迅速戴上头套 跟随市长及老师的引导 躲到桌下抓稳桌脚 完成标准的防灾作业 我们在地震来的时候 会教导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都要戴上这个防灾帽 趴下 掩护 稳住 近代地震的渐渐的过去 而在警报结束后 小朋友们也跟着老师指令 依巡不退不与不跑的原则 依序往空地集合 看到小朋友们相当认真专注 顺利完成整个演练 市长为嘉賢也给予孩子满分的肯定 那今天在幼儿园的部分 我们来做我们幼儿园的一个 防灾日的部分的一个演习 那我们也配合国家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要特别谢谢园长 跟我们非常辛苦的幼儿园老师 那针对每一个孩子 都灌输给他正确的观念 尤其是我们刚开学没多久 有很多的一个幼儿的孩子 刚进入学校 那很多的生活还有防灾的观念 才刚刚萌芽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不断的教育 让孩子在防灾的知识上面 能够大幅提升 那站在花莲人常常会有一些 天灾地震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呼吁大家 要实时做好防灾的准备 以备不时之需 市长为嘉弦强调 防灾避震不只是例行性演练 希望小朋友能从小建立起 正确的防灾观念 并且把正确的地震保命三步骤 及学到的观念 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做练习 一旦有灾害发生时 才能乘坐应对保护自身安全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